大火过后 其实护木造房子全都成了灰烬 这里是仰光近郊最大的工业区 莱达雅镇 住在这里的大多是外地来找工作的民众 由于没有电力 一位老翁烧财煮水 却睡着了 导致大火 三百多人目前无家可归 老翁也不幸往生 女儿十分伤心自责 了解灾民的现况 此一致公立客采买物资 打包成箱 隔一天就来发放 每一位孩子还有全新的书包和文具 你还要买的吗 我还要买的 我买的书包 我买的书包也没有 我买的书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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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灾烧掉了一切的努力 这份完整的物资和爱 让他们更有信心 要重新开始 达爱新闻太佐佐 陈永胜黄露发 缅甸报道